方外之人畅所欲言 欢迎大家来的方言 我是方准 在这里呢 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也请你点击屏幕下方订阅 让我有机会把最新的节目呈现给你 刘强东这个案子呢 大家都知道 警方呢已经是 宣布说不起诉他了 所以大家呢 也就把这事呢 慢慢的放下了 通过刘强东这个事呢 我看到一点 就是不管怎么样 他都非常对不起他的妻子 而且很有可能 不是第一次 通过他的辩护律师 所向法庭提成的这个报告 所谓的辩解来看 虽然这个辩解书 大家在网上都可以搜到 每一步每一个环节 都在把自己往外宅 都在说是个女方 主动 女方主动要求他上楼 如何如何如何 但我们从另一角度来看的话 刘强东本人对这件事情 也非常的轻车熟路 我们这些事件看不到一个 初次出轨的男人 在那种尴尬 那种愁逐 那种犹豫 没有 很坦然 女方邀请他走 他就走 女方请他上楼 就上楼 女方请他进屋 他就进屋 我不知道这个时候 他远在家乡的交期 在他心里面是存在一个怎样的位置 所以说这个事情 虽然他没有被提起诉讼 没有作为一个强奸案被提起诉讼 但是从这个事情发生本身 他就已经被判刑了 他被我们众人心目中的良知 他被他妻子在心目中已经判刑了 也是由于这个事呢 有很多的女性朋友们心里头也暗自的 有一点动摇 自己的老公会不会在外面也做这样的事情 那为什么男人一有钱一有权有势以后 就开始变坏 我个人觉得从这个生物学角度来讲 这个一个雄性 你看那个那些动物 都是一个雄性 大部分一个雄性 掌控一整个族群的雌性和幼崽 所以说从生物学上来说呢 它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基因能够传下去 那么作为人类呢 肯定要比动物要高级 那么我们不仅有这个传承我们基因的这种原始的生命动力 更重要的是呢 我们人类有欲望 也就是说 也许起初在原始时代 人类是需要去选择更美 更健壮的女性 来传承自己的基因 传承自己的血脉 但是呢 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 医疗的这种发展 传承不再成为一个困难以后 那么很多有权势的 掌握更多资源的人就愿意更多的去霸占 别的男人传承自己血脉和这种基因的机会 所以就导致了历朝历代中国的皇帝都是后宫制 所谓后宫家里三千 所以呢 社会上呢 就开始流传什么 没有猫而不偷星 男人要看得紧一点 你给他个机会 他就会去偷吃 这样的言论有很多 但是通过刘乔中这个案子 我们发现 当男人的权势 他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以后 你发现 作为一个妻子 要想盯住自己的丈夫 就算是雇佣私家侦探 都未必那么的靠谱 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机会 如果真的是想投情的话 一次出差的机会 一次考察的机会 甚至一次下班买菜的时间 就够了 所以我们如何才能 让自己的婚姻变得有保障 让自己不要再担惊受怕 因为我们需要说 需要一位中宝 需要一位保障 那就是我们需要信仰 那有人可能会说了 说这个方春 你这是不是在忽悠 我们大家去烧香拜佛呀 我不是的 因为烧香拜佛呢 我很坦白的告诉你 不管用 我们先来说说 为什么需要宗教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你请私家侦探 第一 不是所有人都能请得起 第二呢 如果被发现呢 夫妻双方就会因为信任问题 而这个两败俱伤 那么刨区以外呢 在这个信息的时代 这个刷卡的时代 这个节奏这么快的时代 作为妻子 你又很难盯得住 丈夫不在外面偷情 所以这就成了一个两难 从技术手段上盯不上 那么从心理角度呢 又不放心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如果说法律是由外而内进行对人的约束 我害怕这个刑罚 我害怕受到的惩罚 而不去做这个事情的话 那么法就有一个很大的缺陷 就在于 如果你没抓到 如果我技高一筹 你没有逮掉我 我就没有犯法 是这么一个状况 但是信仰则不同 信仰是由内而外来约束你的行为 也就是说 不管你在做什么 不管你做了什么 不管你什么时候在哪儿做了什么 有那么一位神 他都知道 他都会给你记下来 在最后审判的时候 我们最后来恕罪并罚 所以他是从内心来约束一个男人 那么当今世界呢 值得选择宗教呢 也并不是很多 佛教呢 讲究四大皆空 干脆就不要媳妇了 所以这个太极端 我们把它pass掉 那么伊斯兰呢 又有点太多了 因为我们知道之前 这些伊斯兰的战士们 他们圣战之前 他们的口号是在天堂上 有40个处女 所以这个宗教的信仰观呢 又有点多 40个hold不住啊 我还不如让他放开去找呢 所以说来说去呢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 还是基督教好 基督教讲究什么呢 一夫一妻 在圣经上呢 上帝也明确的指出来 说你们要爱你们年幼所娶妻 不要恋慕这个外女的胸怀 因为啊 她的脚下入死地 她的脚呢 站在阴间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教呢 它本身 从根本上来说 就杜绝一夫多妻子 也就是杜绝婚外情 如果有这样一个信仰 那么你们两个的婚姻呢 就会更加的坚固 那有人说呢 说我就不喜欢信教 那我是一个君子 我用自己的这个人格操守来约束自己 OK 如果你的人格操守能够约束你自己呢 我当然是表示万分的佩服 但是像您这样的人有多少 我不敢保证 而我们天下广大的女性同胞们 你们是否愿意相信 你的男人有这样足够的操守呢 那我们还是回来看刘强东 之前她和奶茶妹妹在屏幕上 各种善恩爱 各种修幸福 谁能想到 如果不是这个案子爆出来 她在外面进行这种 所谓的双方各自情愿的这种交易的时候 这种行为的时候 不能说交易 这种行为的时候 是那么的清澈熟路 那么的胆然自诺 谁能想得到呢 所以我们都知道 这个婚姻关系里面 两个点是不稳定的 两个点的各种晃 唯有什么呢 三角形是最稳定的 那么很多人呢 说是这个丈夫 妻子 孩子 这个三角形最稳定 可是事实上 就算有了孩子 他并不能禁止 婚姻的任何一方去偷刑 只要对方觉得说 我记高一筹 我不会被逮到 但是事实上呢 现在有一些地方 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丈夫在外面乱搞 就带了一些脏病回来 传给了这种无辜的媳妇 所以这种情况很可怕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中宝 我们需要一位 超出于自然之外的第三者 那就是上帝 在我们中间 丈夫 妻子 还有上帝 这样一个三角形 那么我们的关系 才是稳固的 不管你的丈夫在哪里 不管你的妻子在哪里 我们都知道 随时随地 有这样一位全能的 一位上帝 在替我们盯着对方 虽然他不会马上 就来审判对方 他不会马上制止对方的 这种错误行为 但是当我们每个人死后 当我们在天上这种审判来临的时候 当案卷展开的时候 我们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犯下的每一桩行为 都会拿出来平定我们的罪过 和我们的奖赏 所以有这样一个中宝在这里 很多的基督徒 他们的婚姻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稳定的 因为他心里有这么一层约束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婚姻 更幸福 更稳固 你自己心里更踏实 那么就尝试带领 你的丈夫来到神的面前 来了解一下基督教 那么接下来呢 在后面的节目里面 我以一个年轻人的身份 一个80后的身份 一个青年传道人的身份 会陆续向大家来展示 我所认知的基督教 我认为他并不像我们很多人 想的那么老旧 那么古板 相反呢 他是一个非常生机活泊 然后有活力 并且与时俱进的 这样一个信仰 对我们的生活有非常的好处 那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继续订阅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